1月26日,美国的天文学家比尔,格雷称,一颗火箭残骸预计在3月4日撞击到月球表面,这是他所知晓的第一例太空垃圾撞击月球的案例。 比尔格雷利用特殊软件跟踪近地天体,他发现了这个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的太空垃圾,计算出它将在3月4日撞击到月球。 这枚太空垃圾重达4吨,它将以每秒2.58公里的速度撞击到月球表面,破坏力还是比较惊人的。 起初比尔,格雷研究计算,认为这枚太空垃圾是SpaceX2015年2月发射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,它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观测卫星送入太空,到达150万公里之外的L1点。 因此,这枚火箭没有了足够的燃料返回地球大气层,最终只能在太空中混乱飘逸。 但是不久后,就在2月15日的时候,美国的天文学家比尔·格雷以及NASA分泌实验室的工程师约翰·乔吉尼改口称,要撞击月球的并不是马斯克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,而是中国嫦娥5号T1试验器任务的运载火箭,也就是长征3号柄运载火箭残骸。 它2014年10月升空,即将在3月4日撞击到月球表面。 对于美国天文学家的这种说法,我国是不认同的,因为当时嫦娥5号T1任务火箭已经在发射后的第二年,也就是2015年10月进入地球大气层,这是当时被观测到的。 这个火箭残骸已经在地球大气层中烧毁,即使有残骸存在目前,应该也是在探测器本场泥末点了。 人类太空探索开始于半个多世纪前,二战结束之后,美国和苏联进入冷战时期, 在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封锁,除了军事上的对抗之后,尤其在太空探索、深海探测以及地星探索等领域竞争较多。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也极大的推动了人类在太空领域的快速发展。 火箭发射之后,大部分残骸都会栽入大气层,最终燃烧殆尽,但是有少部分飞出大气层,直接变成了太空垃圾,它们绕着地球一直运动。 除此之外,各种卫星探测器,在退役之后,没有受控载入大气层的,都将成为太空垃圾。 太空垃圾的危险还是很大的,国际空间站每年都要执行几次变轨已躲避,可能要撞击的太空垃圾碎片等。 不仅仅是各种探测器卫星,对于月球的探测也非常集中,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争先恐后载人登月的时期,向月球发射了大量的探测器。 例如,NASA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,从1969年至1972年,一共成功了6次把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。 阿波罗载人飞船的某些部分,最终都撞击到了月球表面。 目前,月球上有人类的垃圾将近200吨,这一次的4吨倒不足担忧了。 但是关于它的归属问题,目前已经没有时间去探究了。 3月4日,它将一头撞击到月球表面。 目前,美国天文学家认为,这个即将撞击到月球表面的是一个火箭残骸。 那么,是否可能它不是人类的产物呢? 最典型的就是陨石碎片。 要知道,月球上大大小小的撞击坑众多,陨石撞击月球是最常见的。 0-1传说中的黑骑士 在众多的外星阴谋论中地球周围的这个黑骑士卫星最为著名。 有人认为它已经绕地球13000年,最早是在1899年被尼古拉、特斯拉大神发现的。 1998年,NASA的航天飞机曾拍摄到过相关的画面。 它漂浮在地球周围,绕地球运动,看上去就像是一颗外星文明的监视卫星。 目前,这个黑骑士卫星已经消失了。 科学观点认为,它是国际空间站曙光号节点舱上的保温坛。 它飘飘离空间站最终进入太空,按照现有速度绕着地球飞行,看上去就像是黑骑士卫星一样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个保温坛速度逐渐变换,最终再入地球大气层也就销毁了。 但是很多人不认同这种说法,在他们的心目中,这就是外星文明的监视卫星。 02,肇事者无论是谁,它撞击到月球上都能给人类提供帮助。 2009年的时候,NASA发射了月球陨石坑观测与传感卫星,最终目的是撞击到月球表面产生鱼状物,借此判断月球土壤中是否还有水分。 2009年10月9日,刺激火箭以及The Cross卫星先后撞击到月球表面。 哈勃太空望远镜,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,以及地面上的近百台望远镜,都瞄向了月球的南极卫星的撞击地点,期望着有所收获。 而3月4日4吨重的物体撞击到月球表面,就是一个免费的The Cross,它的撞击将产生一个直径16米的撞击坑,届时地面上如果可以观测到,还是有益于科研的。 未来,随着人类进入太空探索时代,各个国家都将着重进入太空,星辰大海的时代就要到来,那时,地球周围的太空垃圾也将越来越多,总有一天,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,对它们进行清理,否则可能就来以再发射新的卫星探测器。